这两根木头合在一起是靠了耶稣基督 我不是靠三秒交 也不是靠什么恐枯力把人连起来的 也不是靠钉子起来的 那都会毁坏 可是基督在中间挂在里面 让这两根木头稳固的 跟神跟人的关系就稳固了 以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示的恩词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爱肉体 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 凭人手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 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 为防脚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及时关注今日报最新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分享以佛所书 第二章 那第二章呢 最主要讲说我们得救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 得救的本质是什么呢 开宗名义就是说 本乎恩也应者信 在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都随着世上的价值观 情欲在这个世上活着 不是吗 比如选举的时候 到底支持谁呢 有时候心里很热血沸腾 对不对 那这世上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 比如说 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我可以有小三啊 跟你什么关系 这在世上很多的价值观 帮助引导走到死亡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羞耻 或者不讨神喜悦事情 或者是暗中暗昧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灵力也就死了 可在感谢主 他们预造了耶稣基督 因为基督是死里复活的神 所以我们就在死里也跟着复活了 跟基督一起复活 所以我们复活能够得救 这是一个恩典 所以得救是本乎恩 因为信 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出于自己 就是不是我们的苦修 我们什么努力所做得到的 那是白白的恩典 是基督而来 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什么叫行为呢 像我们经常听到说 宗教就劝人为善 其实错了 行善 如何行善 那是爸爸妈妈要教的 对跟错 不是宗教要教的 如果爸妈你不教 让什么一个教主来教 根本就错误了一个资料讯息 请问在座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孩子偷钱偷东西 你不教吗 那你要送去给一个教主去教吗 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如果用什么行为来说能够得救 这也是什么错误的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 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 什么意思呢 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 神创造我们是神的美好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很美好 想想看在我们在受精卵 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坏人吗 绝对不是啊 你看每一个生出来的宝宝都是 宝宝都是很可爱的不是吗 可是呢 因为长大以后呢 进入到社会价值观 死在社会的价值观里面又 借着基督活过来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我们一些美善的观念 所以呢 我们才能够行善 也不是爸爸妈妈教的 其实我们不是经常讲一个吗 爸爸说 做人要诚实啊 突然叮咚 有人来收房租了 跟孩子讲说 爸爸不在家 爸爸不在家 我们当场就是说话 其实想想看 我们是人生当中经常在说一些 甚至善意的谎言呢 那都是说谎不是吗 只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哎呀 是善意 其实错的 说谎就是说谎 没有什么善意 恶意的 所以你要明确地活在基督的道路上面 所以我们都是神的杰作 可是觉得基督的工作完成 让我们能够行善 那保罗接下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因为我们跟基督是无关的 我们是外邦人 因为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讲 那你知道在圣殿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圣殿有圣所 至圣所 内院外院 所以有一个墙是跟外邦人隔离的 所以保罗特别用这个墙来说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前远离神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呢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洗净我们的罪 那从亚当开始 从离开伊甸园 就跟人 跟神就越来越远离了 为什么呢 人开始有罪行跟罪性 可是我们的父神是极其圣洁的公义的 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 所以基督来世上 他的保血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变成无罪的时候 又可以跟神又天父又合在一起了 所以呢 基督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我们跟天父之间隔阂那个墙 本来在那边这边就没有了 能够什么坦然无惧的 能够进到至圣所 与神相会面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啊 所以保罗用了在圣殿的那个墙来比喻 说那个墙也被拆毁了 什么意思呢 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和睦了 那我们跟天父之间也和睦了 借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得胜 耶稣在十架上的得胜 因为十架是两根木头 一个指的是跟神的关系 一个是人的关系 这两根木头合在一起是靠了耶稣基督 我不是靠三秒交 也不是靠什么 什么孔枯立帮连起来的 也不是靠钉子起来的 那都会毁坏 可是基督在中间挂在那里面 让这两根木头稳固的 跟神跟人的关系就稳固了 所以呢 基督在十架上得胜呢 使我们与父神重新和好 而且能够进到父的面前 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小时候我们都有讨家的经验 哇一开始很勇猛 看爸妈来会找我 后来到了中午没饭吃啊 晚上就回家看看啊 村门口啊对不对 就妈妈叫你进来 就偷偷进去 第二天妈妈带着爸爸面前 不要这样子啦 有人要帮你在父的面前 做一些缓和的动作 基督就让我们在父的面前 缓和了 所以我们得以来到父的面前 好了 要不要再犯了 要不要再做了 是的 爸爸我知道了 基督在做这个工作 让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 所以 最后在第二章的尾端呢 这保罗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语说 我们以后不再是外人客旅的 好像住旅馆一样 那是什么 神家里的人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你在教会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介绍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这什么意思呢 使徒是建立教会的 牧师建立教会是一个使徒 先知就是知道教会要如何行 因为两个教会慢慢要合在一起了 如何去行 这是先知的工作 那最主要是以基督耶稣为仿角石 corner stone 仿角石在犹太人在建房子的时候 一定现在角落上建放个大石头 可能一公尺一公尺那么大 然后呢 这个墙从这边砌 这边墙从这边砌 所以那个仿角石呢 就让这个墙壁开始稳固起来了 所以基督是第一个仿角石 而且各房 各房你可以想就是我们各个小组好了 靠着基督慢慢建立起来 然后房子建立起来 就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主的圣殿你看 我们想要皇帝的宫殿 皇帝的宫殿不是就一间房子而已 好多好多房间 你看可能在北京去故宫看 可能几百个房间 房间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房子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肢体 像合一教会差不多两百多个人 灯塔教会大概七八十个人 这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房间 慢慢的形成就成形成一个圣的殿 神的殿在教会 能够呢 我让我们来敬拜赞美他 因为在建造圣殿过程当中 我们都一起被建造 而且这个圣殿成为神 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 神非常喜悦 神的帐幕在人间 在祂的圣殿里面 所以在神家 你才能建造神的殿 那你不在神家 你可能去建造别的 那是随着风 会一吹就会没有的 可是在神的家中 殿却是永恒的 而且更重要的秘诀就是 我们本来都是房屋 我们建成圣的殿 将来耶稣基督带子 我们建一个城 叫新天新地的城 所以从房间房屋到圣殿到城 这都是神的心意 你要走在其中 你就明白神的道理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在二章19节到22节 你们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祂联络得合式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祂同辈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在建造圣殿过程当中 我们也靠圣灵被建造起来 所以今天两个来思想一下 第一个 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 我们讲神的工作 是神的杰作 你为什么这么杰出 想想看 你是神的儿子 神家里的人 神说你是神的杰作 你为什么这么杰出 因为你杰出 因为你不犯罪 因为你杰出 能够与什么 情欲 抵挡情欲 因为你杰出 能够什么 暗示分量 你杰出能够什么 能够信靠神做美好的见证 你为什么杰出 第二个呢 神家里的人有什么权利与义务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教会里面的家人 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义务 你每次祷告 神为什么听你 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 对不对 我们能奉主的名 祝福别人 医病甘贵 也是权利 可是你的义务是什么呢 其实并不只有礼拜天 来做礼拜叫义务 你要全心爱神 亲近神 认罪悔改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神就加填你一切美好的事情 超乎所求所想 愿上帝祝福各位 阿们 感谢观看